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星期六 一个星期之前 在佛罗里达 对不起 亚利桑达州的佛罗伦萨 进行集会 川普进行集会是当时的现场的场面 纽约斯·马克斯对自己呢 其实他不是自己弄的 是一个叫什么拉尔森的 一个统计公司对他们的视频状况 就当时的电视播放的状况 开播电视进行了一个总结 总结出来是相当不得了的 当时在纽斯·马克斯 当时现场四万多人 在纽斯·马克斯观看整个集会过程的人 二百九十万人 那如果加上纽斯·马克斯 在其他外在社交媒体的那种联播的话 五百五十万人在线观看 这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 这数量非常大 大到什么份上呢 现在纽斯·马克斯的本身的这种流量 是CNN和MSNBC的总和的一倍 两倍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 如果把它进行 跟福克斯新闻网对比的话 福克斯没有进行现场直播 如果一种可平衡对比的话 原因就是福克斯本身的 它的媒体的集体大 如果做一个等量化对比的话 纽斯·马克斯本身在美国的单位数量下的影响力 同样超过福克斯的一倍 而这个 在去年十月份 这是一月份 在去年十月份 川普在爱荷华举行过集会 如果纽斯·马克斯用那个集会 跟这个集会对比的话 收视率飙升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今天 美国社会的民间 是川普的社会 川普的国家